大家好 今天到了周三了 老霍哥今天东西比较少 一会儿视频咱们播一个大屏 那个大屏是前几天一个藏友要了 但是一直没有付款 所以说老霍哥又把它拿出来 它的高度是41点多 一般这种尺寸的我们就管的叫做150件 就是41一直到45 我们都管的叫做150件大屏 150件它所说的意义就是 过去致辞有一个标准件 就是这么一块泥土 我们切一来爱一小方块 它能做一个勺子或做一个杯子 我们管的叫一件 那么这个是需要用150件 做杯子或做勺子的瓷土量 也就切着150块 能做我们这么一个大屏 我们管的叫做150件 这个是一个知识点 每次学习到了 每次到这里老霍哥都会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我们看这个大屏的主纹饰 主纹饰这边画了一只凤狂 看了吗 这是一只凤狂 然后这边也同样画了一只凤狂 这是两只凤狂 那么中间画了一束大大的牡丹花 我们就管的叫做凤穿牡丹 这个牡丹是像一棵树一样生长 长在正中间了 然后两边会有两只蝴蝶 我们也管的叫做什么 叫做茂蝶 美好的鱼翼 然后也是长寿的鱼翼 在我们两边的耳朵是两只小狮子 一只大狮子一只小狮子 这边是一只大狮子一只小狮子 我们又管的叫做什么 叫做太师少狮 太师少狮也就是代代当官的意思 就是升官发财 这种鱼翼也是非常吉祥 所以我们在古代 太师少狮非常受到嘴捧 然后我们看一下青花的发色 这种青花的发色太漂亮 非常的幽蓝 非常深邃的这种蓝 这个是老霍哥在灯光底下给大家拍的 呈现出来他本身的这种发色 然后画的还是比较细路的 像这种大瓶 像画的比较细的不多 一般他们都会寥寥草草的画上几笔 那么这个凤传牡丹这个大瓶 看这个凤凰画的还是比较细路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眉眼 这也是一种葵凤的画法 葵凤葵凤 那么它就是一种鸟兽的鸟中之王 所以说画的也是比较漂亮 我们看一下背后 背后就没有什么纹饰了 我们看一下东西 是看一下它胎底 确定一下它时代 我们看一下胎也是比较糯的 看了吗 略微泛黄 这种胎是非常开门的 然后老霍哥跟大家讲过 在瓶底底下比较粗大 那么它就时代比较早 这个就是晚清的 如果底下收口收的比较小 那么它就是民国的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晚清时期的 一个凤川牡丹的 这么一个150件的大瓶 那么瓶身整体还是比较完好的 尤其正面 底部也没有什么磕碰飞瓶 但是它的毛病点 就在我们的口部 口部在这个位置会有一条线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的这么一条线 当然我们看一下 里面的拉皮痕 非常开门 右光非常的润 就是这条线 对它的品相有所影响 一直延伸到我们这个位置 大家能看到 在背面 但是我们正面 是完完好好的 摆放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没这个线的话 我们这个景德镇生产的 这个大瓶的价值 大家可想而知 应该是在中千元左右 因为150件的 因为它要成对的话 应该是15000 所以说这个也会考虑进去 这么拨三冲七 这个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折扣 如果喜欢的话 就是咱们这么一个 非常漂亮的大瓶的行为区 这个东西摆在家里 又寓意又好 然后画片又漂亮 还值得收藏 东西发色非常的好看 1680块钱 这个价格是非常稠 然后今天再上三个新的物件 然后咱们首先看 这是一束观音 这个观音的个体 还是比较大的 大家看它的高度 有31厘米 这个观音跟以往 老霍哥会让的观音 还不太一样 它身披金色的侠衣 咱们之前要不就是说 百花不落地的 要不就是咱们这种素衣 白色的素衣 那么这个是一个泥金的 整个一个金色的侠衣 所以说这尊观音 还更显得富力贪王 我们看一下它的开脸 开脸也是非常的传神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眉眼 这个开脸典型的 我们民国时期 老霍哥跟大家说过 眉毛比较短一些 然后小眼睛小嘴 这个词质 大家可以透过屏幕看的 非常的润 一般像这种题材的 我们再看一下底部 这种题材的 它就是属于567创惠时期的 那么是不是567时期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底款 一般的底下会有款 大部分都会有款 我们这个款式给大家聚一下胶 这个款式写的是 景泽雕塑磁场 一看这种款式 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567时期的老磁场 老磁场也就是景泽镇的50年代 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 生产了一批质量非常高的 出口创惠的一些 一批磁器 它都是进攻细做的 也是用上好的磁图 上好的工匠制造出来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首饰 这个首饰一般比我们开脸 还比较难做一些 特别是我们一些人物化的首饰 做的首饰 这个首饰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一个兰花纸 手上拖着一个观音瓶 这个手里拿了一串念珠 而且这个念珠都是堆塑上去的 一颗一颗的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漂亮 特别是我们底下的这颗念珠 特别像预制的这种感觉 我们整个观音品价还是非常不错的 唯一的小瑕疵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不说的话可能你也不知道 唯一的小瑕疵就是红色的 这个莲花瓣它受损过 这个是修复过的 就这么一个小尖修复过的 其他的是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线 包括连个飞蛇都没有 整个观音显得富力贪皇 特别是我们这种金色侠义的观音 没准法力更高一些 所以说咱们也会给它一个合理的价格 像这么一个大的 这么高度的 超过30公分的观音 还是比较少的 特别是手头上非常的沉重 一个手拿着也比较费劲 这个价值应该是在1000多以上 那么今天老后哥给大家一个超低会让价格 喜欢的话就把它请回去 这么高大的这么一个观音 这个价格请进去还是非常超值的 那么我们第二件 第二件一看就非常精美 非常精致的 这么一个甘枝梅题材的这么一个盖碗 而且这个盖碗是圆盖 圆底 之前老后哥在视频当中 给大家会让过一个甘枝梅 那个甘枝梅底下的底 它是带字的 这个它底托也是画了梅花的 所以显得这一套更富丽堂皇 更加好看一些 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时代 一般这种题材的跑不了了 这就是民国时期的 肯定是民国时期的 画的非常的舒展 像我们解放后也有 但是是不是民国时期的 我们给大家确定一下 看一下它的抵款 一般肯定都会带抵款 之前老后哥会让的也是 那么这个写的是上海华盛公司出品 这个是我们上海华盛公司 民国时期的一个商号 也是一个公司相亲未勇 这么四个字 这个底托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的正面 正面会写的是梅开五福 这个梅花开五福道 这就是梅花的寓意 这后面写的是 也是梅开五福的字样 我们再看一下盖子上 盖子上写的是什么 是六儒之法 这个六儒之法 老后哥很早的去年的视频 也给大家详细介绍过 就是仿唐伯虎的画法 唐伯虎诗书画印 是一个非常有造诣的人 所以人们都特别愿意 仿唐伯虎的东西 唐伯虎的功力也比较高深 一般我们明国 晚清明国的这种瓷器上 都会写仿六儒之法 仿元人之法 或者是八道山人 这都是名人 他们写上这几个字 就认为自己的功力 也是了得的 达到了我们唐伯虎的功力了 所以都愿意在瓷器上 瓷座上写上仿六儒之法 那么这个盖碗 我们通过它的画法 干枝梅的画法 以及它这种做工 这种瓷质 我们再看一下里头 里面碗的这个瓷质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它这个咬合度 咬合度非常规整 我们可以确定 这个盖碗 它是一个当时 进攻细作的一个产品 就是说 也是应该是一个名家所做的 虽然没有鼠名 但是我们通过 干枝梅画的这么舒展 这么漂亮 这个一定是一个名家 或者一个小名家的作品 所以说这个盖碗 是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 特别是这个盖碗的品项 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的磕碰充现 连个小飞皮小一咬都没有 从我们盖子 到我们这个碗身 到我们这个底托 每一件都是进攻细作的 非常的开门 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它也会有一个相应的市场价格 这个是值得我们收藏 特别更值得我们使用的 这么一个三材盖碗 那么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低的市场价格 像这个盖碗 进攻细作的这么漂亮的话 它的价值应该最起码在5000块钱左右 现在我们好的盖碗 随随便便 一个好的盖碗 应该就是8000一万 那么这个老户哥 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就是值得收藏的价格 如果喜欢的话 就是能把我们这一个民国时期的 这么一个没开5幅的 粉彩的一个三材盖碗请进去 还是非常超值的 我们补充一下 这个盖碗它的口径是10.9 口径10.9 然后它的碗的高度是6.2 那么我们整个盖碗的总高度是10厘米 是非常一个标准的 非常一个漂亮的盖碗 如果喜欢的话就把它请进去 今天的最后一件也是非常有来头的 最后这一件 这一个小水洗的老户哥也是想了好久了 再把它拿出来 因为毕竟东西很少 所以说跟大家一块来会上分享 如果喜欢的话就把它请进去 首先听老户哥慢慢给大家讲解 我们看一下这个瓷子 瓷子右光非常的温润 像这种右光 它就是一个晚清民国时期的 我们再看一下胎底 我们开门见山先看它的时代 我们看这种修胎方式 包括这种胎制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它应该就是我们光绪 或者是民国早期的这么一件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画片 这个画片的 它所用的彩就是以黑色为主基调 就是黑蓝褶红 这种颜色就是我们典型的潜降彩的风格 我们大家都知道 潜降彩能保存到今天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潜降彩的特点就是什么 它就是比较容易脱落 所以说潜降彩 它只在我们的瓷器的历史当中 存在了70年 大家要知道70年的概念 在我们瓷器的历史 是很短很短的 所以说它的产品 以后生殖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因为它的量并不是说很多 就存世量并不是非常的大 那么它就是在我们同治时期 同治时期开始 一直到民国早期 民国25年的时候就结束了 整个潜降彩的这一个生涯 就已经结束了 那么它逐渐的被我们新分彩而取代 但是潜降彩 它与诗书画印为一体 这个风格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在同治末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御妖厂的不景气 那么我们这些御妖厂的画师们 都出来去做一些瓷作作品 然后去出售 专门为我们皇室制作瓷器的 这些名家画师们 然后他们的作品 都落到了我们民间 所以说这些御妖厂的画师们 生产制作出来的这一批瓷器 是非常值得我们收藏的 也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看一下主画片 主画片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天女散花的这么一个形象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瓷器 它画的是非常的漂亮 美眼 包括我们说过 小眼睛 小嘴唇 小嘴巴 包括它的首饰 一朵朵的花朵 从它的蓝中洒落 洒落人间 而且它的飘带 一朵皱 包括它的飘带 画的也是非常微妙微笑的 这个一定是一个大价 我们看一下它的落款是谁 落款写的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原人之法 写的是杨青山 然后后面写着真品两个字 这个确实杨青山这个人物 他是我们晚清明国时期 玉瑶厂的一个名家 他的东西流传下来的数量并不多 非常的稀少 但是写的这个字是写的是 正式仙女散花来 这个题材就是 印了我们后面的这句诗句 正式仙女散花来 确实是仙女的画的 非常的微妙微笑 非常的飘洒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水洗的 它的整个的内堂 非常的淫润 词质非常的好 做工非常的规整 就是从我们口部 大家看一下 所有点也非常的少 比较少一些 词质也比较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晚清明国 玉瑶厂的大师 杨青山他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确实是 透着非常的漂亮美丽 那么这个东西 价值 市场价值应该肯定是过万的 但是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也会给大家 一个很大的折扣 这个也是老货哥收藏的 一件自己比较喜爱的词器 这个也是拿出来 跟大家一块来会让 分享一下 那么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如果喜欢老货哥的视频 请在屏幕的左下方 仅限我们西瓜视频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左下方 长按三秒钟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然后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在这点下关注 那么我们使用头条的软件的朋友 就可以在头条 这个手势长按几秒钟 一直给老货哥一个超强的推荐 谢谢大家